那在接下来的话当然有些资讯要给大家了 就是人员又换了 刚刚那个看气氛太紧张 叫我妈上来缓一下 缓一下气氛 你们不介意吧 不介意吧 没错 那小亮 那呼嚇 那中路换到了冒安 回来了 打第五把嘛 没错 哎呀不演了不演了 我这是要对线直接穿 哎呀路线 利利亚不演了 给他混淆一下 我卡蜜要打二萨斯 那是 那是很舒服 对 穿线是时间迟早的事 哦呦那这把比赛的话 麻吉就是看着你的BP在做BP 好像轻松 轻松不少 看看我们的谁 UNIBOY 哎呦没有错 哦呦下路直接打一套了 看到你上来我就双踩 Kino是吃了队友的治愈 加上自己的闪现才成功撤退 W闪吗 是后面是一个点燃 交下去后直接被九筒的闪现给锤子 肚子还顶到了Dogo 完了 这波下落 完了完了 先手的Kino反而头是爆炸 啊右边细节打满了 我打被Q出去了 就就那样了 牛头打九筒对线还是偏 是 直接顶出去 不能主动这样子 就是你先把自己这样列地打出来 他反手打你打不过 后续我觉得他不能走回来 你说他他下点燃 那被一个醉酒狂暴直接捶死 然后想进来的Dogo还被顶到 这里反而是Koala细节 真的是全都是分派了打野过来稍微减缓一下 这次开战被顶掉 那是杀不掉你看我就说嘛 发派人过来 牛会不会发疯而已 还是他们是四人塔杀 路线到了 四人塔杀 可是你塔杀是一个凯莎跟牛 你要确定 其实只是给压力 吃个塔皮 哇 南瓜爆炸万事结块了 玩得不错 玩得不错真的 过来走一下也没差 我乌迪尔来了要闪拼吗 闪拼了一下 球女大爵转 没问题 吉米人是没闪的吗 没闪 他没闪哦 是 他闪现了 大爵前面角 而且是跟对面的报案时间一样的 他想单杀球女没闪啊 是 对线来说玩得还可以 对然后想跟乌迪尔再次的策划 大爵要转了 转拉回来 哇哦 这波他那个球很 放得很好 放得他直接把他 他撤退的位置卡死了 byg 那是很难打 想往其他路线去进攻啊 这陆歇恩已经顶不住了 那是很难打呀 陆歇恩 哇呼啥 我感觉他要拿那个宝典啊 祝宗 祝宗啊 他有拿到那个宝典啊 哎呀没想到 那个我记得是不外传的啊 哎呀 只有在韩国才有机会取得的那个宝典 今天竟然在byg手上好像有啊 Gimini 哇哦走位 虽然还是不一定打得过吗 对 但打得过金明恩就行了 没错已经是把金明恩给打残啦 为两个Q一个W直接半熟了 哎呀 没错预示者放周 哎呀 天呐 直接让我们的冒安发育啊 不假身吸到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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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隧道 还睡 要被睡了要被睡了 要抓但另外人又过来了 但是队友都在旁边你们要 住中宝典 嗯嗯嗯嗯嗯 你还以为我们不会帮中吗 路线已经是躲在六鸟区的了呢 哎那没办法 吃吃鸟捕虎发育 对我现在这血量你说我怎么玩啊 挂网啊 对兄弟我这半条血是一个QW啊 保龄球两下我直接加护病房住起来啊 哈哈哈哈 那怎么玩啊 没得玩啊 溜了溜了 13分钟有炉灯了 这对线怎么打啊 再来注重 这里我金木乃 哎呦 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有机会 九头也来三人夹几 哎呦 球有睡到 但没大 哎呦没大 哎呀 球碰到但没有大 等一下 看一下我球女 对 17S 你还不帮我啊 没错 101这战绩美如化 来了 大家都来了 无敌了 练金关开起来 军门直接交散了 那没办法 太凶了 然后 叫打野 叫打野 最简单的方法 打野不行叫辅助 辅助不行叫上路 对 全部都给我来 这场我们已经改成了AIA 你们以为是五个人在玩吗 没有 就是我们两个中路在玩这场游戏啊 没错 其他人就是怎么配件都在旁边的 哎 没错 把我加九二萨斯给我拿过来 哈哈哈 加七乌迪尔 不过上半步 发几波机会 哎呀你要确定 小亮 打不赢啊 立凯 这里伤害 没有啊 你卡蜜尔要赢 现在BYG的人员真的看起来是很不急 还利用预示者要往中路撞 直接卡断这边回中路的位置 预示者快乐开心 哎呀 点个两下 牛头人 保护 嗯 直接把塔给拿了 溜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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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可是他出了一群 啊 发现没有被动 发现 是很过分 对啊 直接要碎碎 你要确定咧 你开无敌尔会赢 猫中炸把 无敌尔炸回来 无敌尔交伞 九头 这样一个杜伞 那后面的TP来了 他把球后面的卡扣 这个带球上来 直接秒上了 麻吉两个人 凯莎飞到后盘是快乐 收头一个Double Key哦 在 这一个隔墙 直接打出了三连杀 怎么可能这样玩 啊我的天啊 这波的进攻打得是很清楚啊 BYG 对面敢上 我就敢打 不可能开无敌了 这个阵容 想强碎 这样就算了 真的 这样 他交伞算了 那你后续又一伞就多了 后面直接被一个带球上篮给打破头啊 哇 干嘛 九筒会战一就是要看那个牛啊 是 你会战 你就是 你的工作就是盯好这头牛 这一把 亮 小祖上 亮你要犯罪了吗亮 他另外一边可是有人 他又是一个compo要留 Lillia被留住了 EQ 用了为一家闪现成功撤退 这里球女交TP 凯威 Maple 都是 视野大师了 老视野了 老视野了 闪电党以前的视野也是做得不错的 看得很准 看来你个人是有受到他那个视野的压制 那是中路压制啊 哈哈 你那是中路 那没办法 Maple就是先压制了中路然后才去插眼的 那也没办法 那没办法呀 一步一步看进来 哎我觉得这波 会出大事 会出大事 但是哪边我不知道 嗯 但BYG 看起来是想要吃到底了 小亮小亮 小亮 小亮 Has 消了伞彩撞� threat直接被鸟啦 亮你是脑袋卡了还是电脑卡啦 曾經的小亮在這偏上六鳥的位置 利用惡沙斯釣魚了對手 如今卻被釣到了 不是啊 那個睜眼插在他面前啊 他被A了兩秒才反應過來啊 哇 哎呀 累了 累了 真的 懶得動 他打我 給他打吧 一天要睡14個小時 15個小時一頭多 你看他 你看這個 嗯 這什麼東西 他卡了許久 哎呀 頭破啦 不是啊 真的會累啊 無法比賽 好的 好的 山哥 你個人也是有參與過的 確實是累吧 確實有時候第四第五把會有點稍微的恍神 是 哎呦 這樣子 哎 那球女死會死 哎呦 還好 巴龍把他打醒了 目瞭不妙 哎 你們確定這樣玩會輸欸 巴龍想要吃到底 DB直接下來 只有拉出來 不過媽的血量已經到一半了 前方一直Kino被抓到 起來 瞬間爆弹直接炸看 用卡蜜兒拿下了亞里斯塔人頭 後面Beyond Gaming 趕緊退 又一次 又倒一個人 又得跑 為什麼啊 對面抓個正著 這裡是個蹲點嗎 Jimmy 啊 正在等 對面孟安 走進來 孟安 來到了後方會 交了一個閃現隊的狂攻之力給拉開 哦 這裡是一個閃現想跑 還是被兩個射手給直接擊斃 這個存在就只會有一個畫面 就是要嘛是對面要開你 要嘛是你開對面 哎呀 只有兩種選擇 只有兩種選擇 沒有第三種 沒有兩個在中路吃兵的 那這樣巴龍可能要交給到了麻吉嗎 域外居的人趕緊過來 新一個combo是針對了卡蜜兒 後面包圍獎索炸一下 烏迪爾 但烏迪爾還是要走進去 走到一半要被轟出來 這叫閃現進去 還是被小炮給拿走了巴龍 哎呀 逆轉啦 逆轉啦 台服奇蹟 繼續要追但追不到 麻吉的人早就跑著跑 撤著撤 想殺 完了被反殺嗎 差一點 距離拉得開麻吉 不起殺心 這是台服奇蹟嗎 沒錯 平常是輸太多知道怎麼玩 現在是贏太多不知道怎麼玩 嗯 有時候這兩個問題都很困擾 對於選手都很困擾啊 很尷尬耶 拿到八樓麻吉 劣勢了 但遊戲也已經掌握 哎呀 完了 沒優勢了 就是有這樣的威力 下半部的卡蜜爾已經是推到底了 立凱這把 已經發育到對面無法守住 此時要開陣的BYG 比央哥比賽的球女 搭上自己的一個裝備加速 想追人 跑得飛快 但可惜你又跑對面會跳啊 真的耶 下一波追擊一個球果炸開了 呼嚇也讓下半部卡蜜爾準備 進入了對手的高地 尷尬啦 對面拿巴龍 可以分帶 但要包圍網要來 準備抓死立凱 但另外一邊的麻吉的人員 早就已經到了 不過其實只有兩個人 立凱能跑嗎 誒 好像蓋他 一閃現之類的 這裡正在看 在等技能 鋼鐵勾是勾得超遠 正在空中被攔了下來 大絕蓋了一下 還在等 有閃現 稍微掃了一下 不交閃了 自己的死亡 但換來的是中路的二塔 有機會由隊友拿下 直接一是看不起對面 是 終局之戰 確實要打不得了 那個電影也要演三個小時 我跟妳講 看那部電影我上了四次廁所 你知道 他說越不能尿 就越想尿 這電影是真的久 卡位置 不錯 技能少一下 小龍準備拿掉 聽到小龍掉落的同時 麻吉並沒有上 而且走的位置 反而是對面的加中 貝格九龍杜達球女的一個 combo 閃都不用按嗎 直接一秒 麻吉反而人沒了 後面位置是兜狗殺了進來 從後排想切入 不過小巴在前面殺 沒有人可以阻止 兜狗被卡滅爾蓋住 只有無奈交出的一個驚人 等待隊友後排的輸出 但後排輸出好像很夠 蛤 惡薩斯直接開大 搭配隊友把路線給斬了 啊不是欸 為什麼連閃都不願意按 我又有這一波 UIG打贏了團戰 而且還把小龍的龍魂給斷了 讓對手沒拿到 你看這波 他們這波被分散了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 該按閃了 真的 該按閃的要按閃了 結果一被摸到轉一下 確實人美了 後面 蝴蝶死前的一拍 也讓居民必須交金人 這個瞄表很關鍵 是 主要還是他們被分散 然後BY BY 找到一個機會啊 強開左邊 這位置 不踢不踢 你不來 你真的不來 你要帶 他想推到底嗎 不行吧 要來啦 有TP要去逼滴的路線踢下去啦 這樣子拖人 拖人要來直接逼滴你家 看到了路線 BY去的人不吃巴龍趕緊要退 但對面的人已經是殺進來要來拖時間了 雙TP要走 九筒一個肚子 斷到在另外一邊 惡薩斯是回來了 不過只剩一個塔的守護塔開啟了大絕 小亮成為了BYG最後的守護神 他一個人想嘗試收兩個人 先把路線的一個TP給 這天使甲 先打掉了一個上路的天使甲 不過路西安 哎呀 傷害不夠啊 反一波 想要反一波 欸好像一波了嗎 幾秒 40 這最快的是20秒 有兩個人可以復活 一波不了 感覺有機會喔 好像可以 有機會 這個這個 這個有點 不確定 不確定 看起來一波了 但是又不好說 因為只要復活再撐個十幾秒 小炮也會活 是 九筒跟莉莉亞 能不能以命拚 有莉莉亞實際是有驚人喔 這波真的是要把命拚耶 真的耶 只能拚耶 命去拖 點塔點塔點塔 拉兵線拉到 小兵被拉走了 這波 飛的速度很快 沒關係小兵會有那個殘留時間 沒錯 最後的一個推進 BYG的人員 將主堡前的手段都給拆掉 持續的點主堡 這個主堡能點掉嗎 好像差點點掉了 讓我們恭喜BYG 拿下了這場對局 我覺得太慢把小兵引走了 是 你說他可能一復活就要往前衝嗎 嗯 哇唷 最後 BD大法 我以為是拼操作啊 原來是拼偷家 是 沒偷到 哎呀 這個我覺得 怕 怕拼操作那邊就輸了 是 他選擇了 用BD的方式 差一點點好像差一下 差一點點 是 是 我覺得他好像不要斷球 臨門一腳沒踢出來 等一下回去看RP到底是誰普攻沒打出來 我可以看一下 說不定我可以看一下 說不定是 有人在 有人在 有人操盤 是有人普攻沒A出來 仔細看 站起來看 是 稍微來看一下 這最後一個大作戰 哎呀還在A兵 還在A兵 哎呦 這裡 感覺不A兵小兵也進不去是吧 沒有啊 就 技能打兵啊 普攻打塔 最後一波的碰撞 這裡 其實推塔都還行 就是最後的主堡區 哎呀還在A人 還在A人 抓到 抓到了嗎 抓到好像還沒 沒有 感覺都有在A啊 沒有啊 路西恩跑去打人啊 他多點了一下 他剛剛就乖乖打塔就好啦 就差那麼一下 他就拿命A那個塔就GG了 哎呦 就差一點點 哇 蛤 那也沒辦法 那就是一下的事情 那也沒辦法 一個普攻哎 這個就點一下 在我們看來是 他打了三四個普攻在二殺之身上 結果 結果就 不是了 我是覺得最後一波要拼團啦 我要看到的是 那個 五打五 我要看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血流成河 結果怎麼是偷家啊 結果沒有偷家 偷家不說啊 反被偷 當然是差那麼一點點啦 說起來是他們的偷家 就差了一下的普攻 讓我們恭喜的就是茂安 再度的回歸 第四場 稍微休息了一下 2.86的擊殺參與率 我只能說這真的都是戰術 說不定讓他休息下去冷靜了一場 確實 有影響的 就說了嘛 只是上來緩緩氣氛了 你以為是來贏第四場了嗎 我們是準備打第五吧 是 這我們還有第四第五的扣打 就是好好利用 沒錯 就是茂安跟著Beyond Gaming 好好的利用到了 就是茂安跟著Beyond Gaming 好好的